今天是我跟我媳妇三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所以也想好好过一下这个二人世界 我告诉你们啊 我媳妇长得可老漂亮了 这位漂亮大哥是盯着我的啊 一会儿媳妇回来你可别多看啊 别动心 我可小心眼啊 来了啊 老哥 宝贝回来了 今天你们新来的男同事没加你微信吗 加了 怎么还能加微信呢 但是我没同意啊 来宝贝宝贝先坐啊 那个你别偷看啊 别偷看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呀 那我能忘吗 咱俩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对 所以我给你准备了都是你最爱吃的菜 你猜猜都是什么 都是我最爱吃的 白酌芥兰 青草西兰花 蒜蓉油麦菜 说实话 大肘子 对了 来来来来 宝贝宝贝 这样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大钻芥 哎呀 六贝福 老公 你哪来的钱买的 啊 这不是六贝福打折吗 买好算 超划算吗 谢谢老公 你说这一会儿时间过得太快了 咱俩都结婚三年了 你还记得 我俩第一次牵手在哪吗 那我怎么能忘呢 树林 学校 媳妇 我是说学校里的树林 讨厌 媳妇 你说大学时光真是难忘啊 是啊 咱俩在大学里面经历了多少第一次 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拥抱 第一次接吻 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朋友 小和吗 哎呦 我天老爷呀 你一提这名 给我吓得浑身一举 不是 你那么怕他干什么呀 我能不怕吗 你忘了 大学二年级 我过生日 他点个蜡烛 把我头发给烧了 三年前咱俩结婚 他是半郎 上楼梯的时候 把我婚纱给踩掉了 天老了人了 再说去年啊 我爸来咱家 他跟我爸 搂脖子抱腰 称兄道弟的 给我爸喝的两天没下来床 多吓人呢 那个小和可能就是热情 这样啊 今天咱们不提他 就好好过一下这个二人世界好不好 好 真乖 来 来喝点 喝点喝点 谁呀 快递 哎呦天 吓我一天 我还以为是小和的 小和送的快递 哎呦我前老爷呀 没有 不是 和啊 你咋来了呢 这话说的还我咋来了 上楼那时候 看你家快递在楼下呢 我就顺便给你取了 反正楼上楼下住的 千万别谢我啊 你看和多热情 说不谢就不谢 啊 逗你俩呢 哎呦我天 这个 行的 和人没啥事 先忙去吧 啊 先回去 行 等会有点事 那我走了 好 哎呀 吃饭呢 啊 简单吃一口 简单吃一口 整体丰盛的 行 嗯 回去 哎呦天老爷呀 咋的了 今天不会是你俩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吧 是 不是 没准准准让我发现了 大哥你干啥呀 那个 你跟我说呀 我给嫂子准备准备呀 咱们都说了啊 我的错 我来晚了 我先自罚三杯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老公 你看我眼睛里是不是进啥东西了 哎呀 过去一点眼力劲没有 哎呀 媳妇 他他咋来了呢 我咋知道啊 肘子挺香啊 哦 他还吃过肘子 你你你把他整走成香 是 媳妇 你看我的啊 哈哈哈哈 和 那个 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是不是已经三年了 三年 每个纪念日你是不是都参与了 这话说的每年 都咱们三么其乐融融的 哎呀那年年都咱三个人一起过 好吗 明白了 确实不好 小和明白了 啊 那个别多心啊 别多心啊 哦 哦 哦 哎呀 大表哥 下楼 马上就到 今年咱四个过 哈哈哈哈 哎 哎 那点老好了 忙点 那个 媳妇那个 要不今年就还咱三个过吗 不止咱三呀 还有个大表哥呢 那你说我打播哥瞎了 那怎么办呢 打吧 那你打播吧 我走了 那你走了 我跟谁过那天就是啊 那四个人打播那天 那你说你走了 哎呦 那你说你你走吧 嗯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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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走吗 嗯 不走怎么办呀 呃 要不这样 今天还是咱们几个过 明天再主办一个二人世界 好不好 你播个二人世界 嗯 就这么定了啊 真乖 嗯 那个盒啊 那那你那个别客气 该吃吃吧 对对对 去去去 哎 不方便呢 有有啥不方便呢 我就说吧 我哥不是那小心眼的人 我跟你说 大表哥说到就到 那人 老好了 老热情了 嗯 来了 哎 那人 老热情了 哎呦我天 哎呦 啥事啊 这么着急啊 哎哎 哎 介绍一下啊 我大表哥 天无失萌 两口子 哎哎哎 大表哥 总陈小哥提醒你 这老弟长的精神啊 表哥 哎哎 今天啥局子 这不嘛 他俩结婚三周年今天日 把你找下来的 调解调解气氛 调解气氛我最擅长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啥呀快坐吧 对赶紧 听大表哥 你赶紧坐坐坐坐坐 哎 哎 这活得到谁家了 咋就别客气了 咱就开始啊 没事 哎哎哎 这怎么还装上了呢 这 大伯哥怎么还跟嫂子穿上情侣装了呢 是啊 大妹的 你怎么还跟我穿上情侣装了呢 是啊 我这衣服你搁哪买的 怎么还跟人情侣装了呢 那怪我了呗 不是 那个大哥呀 我老公给我买的是条裙子啊 你买那裙子 我这 我说出事的时候有点长呢 我就这么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不好意思啊 怨我了 这哪是情侣装啊 这就是撞衫了 俗话说得好啊 撞衫不可怕 谁难看谁尴尬 对不对 那也太尴尬 哈哈哈哈哈哈 大表哥幽默 幽默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哎呀我天 大表哥这人真是有 真是 你们仨是要照全家福啊 你这这什么全家福 你这 是真有点像啊 你这样 我再去整两个菜啊 对对对对 哎 有啥忌口的吗 我要讲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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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也想在哪见我 你记得吗 记得那事 你快去啊 我要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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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菜好像是不是够啊 够 我现在好像还有点 不太好走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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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大表哥 这 这衣服穿着有点紧吧 还行 松紧 老公 你没生气吧 我生啥气 我又不小心眼 是 我就说又不是故意的 怎么这么小 你怎么能生气 真好 老弟 我来的时候就穿的这衣服 你没能生我气吧 我生你啥气 指不定谁生气 那怎么办 你就吃它不就完了吗 发挥你强项 别能说话啊 来来来 还要往那条走上去 可是你咋去应该坐这了 大表哥是刚来的 大表哥从哪来的 那个吉林 那吉林的地方现在挺冷吧 是 好像零下十几度呢 十六七 您咋知道呢 我有个小学同学 在这做买卖 卖冰激凌也不啥 哪家店呢 叫中山广场 小姑娘冰激凌呢 就是那家 我总吃 哎呦天太巧了 哪个小学同学呀 你就吃它不就完了吗 我咋不知道呢 别说话了行不行 放弃 我去姑说话了 来 吃吃吃 吃的 来来来来 来来 来喝 哎哎 这肘子谁做的 聊肘子聊肘子 对 我做的 好肘意啊 我这些年就爱吃肘子啊 就这个香和这个辣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不多 我跟你说 就我大表哥 在吃这方面 是个专家 哎呀 这个肘子是我老公特意给我做的 以前做吧 不辣 但我跟老公说 老公这肘子越辣越香 哎 才辣起来 对 你也爱吃肘 爱吃啊 我就喜欢吃完蜡 嘴里麻麻的 一跳一跳的 对 那叫舌尖上的律动感 这个东西不太好形容呢 这那种感觉 有时候就好像是 大大大大大 哎呀 我约你说 上回我突然上四川 给我吃嗨了 那四川 哎呀你别整我呀 那四川火锅 飘一层油 有 放点树叶 对 上了一盘东西给我吓的 我都没敢吃 说叫黄猴 我还以为是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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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也以为是猴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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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呀 大表哥你说你 不能总吃火锅啊 是 生化热量太高 对对对 嗯 大表哥平时 愿不愿意运动呢 他他他他不运动他 不运动 对 大表哥不愿意运动 啊那咱聊聊运动 嗯 我吧 比较有运动天赋 就是打篮球 踢足球 是不是都经常玩啊 天赋 三分头的准 昨天给我嫂子搬上健身卡 让他跳健美操去了 对 报班了 嗯 花大钱干啥呀 怎么的 我以前就是个健美操教练 不是 哎哎哎哎 你什么时候是健美操教练的 不是我说这个事 这是我我我以前我你你哥前两年拿冠军这事你不知道 不是这现在这都什么你快行了 你这样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么的大妹子我跟你说啊 我这两个八拍下来就就比其他的那其他几套就没操作力 你跟我结 Phillips 你们可能都会啊 好 来咱们五六七走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三 击我孩子 哎've 哎呀 大表哥抱得挺紧呐 大表哥呀 抱得挺紧呢 老弟我觉得我今天我不知道 我有点烦人 我就我先走了吧 不送我 上楼 一早着见我能让你来 那盒要不你再吃一会 老公 生气了 我生啥气 不是这事换谁谁不生气 小心眼 那我小心眼不因为在乎你 你说你俩上了情理装了 不吃姜了 就又跳上健美操了 你说我在这多尴尬呀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得感谢大表哥呢 你感谢他干啥呀 要不是大表哥 我都不知道原来你这么在乎 老公 咱俩现在也走了 咱俩就安安静静过 咱俩的二人世界 你不就不喜欢这身衣服吗 咱换一身不就完了吗 哎 咱呢 媳妇呀 我不是说这衣服不衣服的事 你说你俩跳什么千尾槽 你跳千尾槽你找我呗 这玩谁 搞什么嫩 你又不懂我 来啊哈哈哈哈 片本 老子 我终于知道咋回事了啊 我不想大表哥了 我把我二表哥 二表姐们叫来 送送送送送 啊啊 不是 来了 哎呦啊 谢谢我他日记一天 我们好想在哪儿见过 老公 你带我来参加聚会 你跟别的女的穿情侣装 多无聊多无聊 我就觉得你有事 这衣服我不让你买对不对 非买多无聊 想不敢打无聊 我早就说我坏事衣服 是不是就好了你 你们小品最大的亮点 就是跟时尚紧紧挂钩 而且你们的小品 每一个作品的底 都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看好你们 你们继续努力 加油拿出更好的作品 回馈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三个苹果 谢谢苹果老师 谢谢 谢谢来 我们有请国画旅老师 现亮灯后说话 谢谢苹果老师 谢谢苹果老师 我想说你们现在 刚刚演过的这个节目 这种 串梯式的包袱 尴尬尴尬 最后的尴尬 非常合理 很巧妙 这就是喜剧的精华所在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不仅仅是三强 我祝愿你们走得更勇更好 谢谢 谢谢苹果老师 这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就后边这个底 连环底 我们叫楼上楼 是 就每上一次楼啊 这个大家都带来很多的笑声 非常好 这个小品 其实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不是因为语言产生的包裹 就当现场演员寸到这里 底下之乐就起 为什么 像 小品演员的像很重要 我有句 上人见喜 祖师爷给饭吃 都只是这个 你就说我身边 龚汉林 潘昌江 他们两位 你说这个像 大家看一看 这是他们当年能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后来他们演技 一点点提升了 所以说你什么意思 你这意思 必须我跟汉林长得都不如你 你颜值高我们同意 但是你再颜值高 你也高不过我跟汉林呢 那倒是 所以上一届组团上春晚 我曾经对演员比较苛刻 大家说我鸡蛋里的挑骨头 我说没法不跳骨头 我这边一个鸡蛋 这边一个骨头 我就得 不是 梁老师 那您最后的决定是 谢谢梁文老师 梁文老师 好了 谢谢我们快乐有方向组合的精彩表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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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